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点亮小铃铛 及时接收影片更新提醒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道德经 中国人不能打破的四大天规 越早知道越好 一 为人之道 层次低的人复杂 境界高的人简单 道德经中说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喉爽 驰骋甜烈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令人心防 颜色太多让人眼花缭乱 声音太多让人耳朵分辨不出 味道太多让人感觉失调 纵情打猎让人身先张扬 发狂 稀奇的宝贝常常让人 为了得道而不择手段 所以圣人只是为了维持 基本的生存生活 有选择性的取舍 少就是多 多就是少 一个人想要的越多 算计的越多 身心不得安宁 终日焦虑 惶惶不安 到头来却什么也留不下 有人去山西旅游 看到那么多的豪门大宅 当年辉煌一时 如今拿钥匙的 全都是不相干的人 做最简单的人 吃最简单的饭 过最简单的日子 在复杂的世界里 学会以简欲凡 保持内心的安宁和舒适 生活的智慧 最重要的就是守住本心 回归本心 平平淡淡才是真 二 处世之方 层次低的人强势 境界高的人随和 老子讲 上善若水 随和的人就像水一样 虽然柔软 但是却可以包容万物 抵达万物 做人随和 说话做事 给别人留余地 不钻牛角尖 别人才会对你有好印象 有好印象 自然有好人缘 人缘一好 路就宽了 水滴石穿 强势的人是石头 随和的人是水 貌似坚硬的石头 终究会被水贯穿 持而迎之 不如其矣 揣而锐之 不可长保 强势的人 锋芒太盛 迟早 要遭到损折 与人相交 不要太过以自我为中心 太过强势 要随和待人 生活不是比赛 无需事事争个对错输赢 做一个随和的人 心态平和 懂得退让与示弱 当然 随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 老子讲 万物复阴而抱扬 充气已为和 和谐不是静态的和谐 和谐是竞争之中的平衡状态 原则性的问题 就要据理力争 不当墙头草 不能祸悉泥 这才是真正的随和 三 养生之法 层次低的人养 层次高的人顺 司马迁说老子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 获颜二百余岁 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作为周王氏的史官 老子通晓懂得养生之道 有独特的养生智慧 现代人有很多独特的养生法门 比如挑食 高强度锻炼 季献林老先生说 常见有人 年财欲不惑 就开始挑食 蛋黄不吃 动物内脏不吃 每到吃饭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酒泰可居 看了令人失笑 以这种心态 而欲求长寿 岂非南辕而北辙 道德经里讲 智虚极 守静堵 万物并作 无以官复 福物云云 各归其根 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 真正的养生 不是养生 而是养心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体状态 现代人为了养生 为自己设置各种雷区 每天战战兢兢 这种心态 本身就输了 老子讲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真正的养生 人顺应天道自然 处于常态就可以了 不必刻意进补或者修炼 应尽便需尽 无负独多虑 适度养生 顺其自然 才是最健康的活法 四 谋事之术 层次低的人收 境界高的人放 无论是学校还是企业 都是靠人来支撑的 能聚人是基础 更重要的是 能够管理人 老子讲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 衍生万物 从少到多 从简单到复杂 生万物是一种本性 自然而然的发展生长 是万物的本性 最好的公司 一定懂得 激活员工的积极性 而不是用条条框框 一味压榨 最好的教育 一定鼓励孩子 释放天性 调动学习的兴趣 万事万物 都有向上的本能 最好的管理方法 就是引导和激发 而非控制和压抑 这种自然而然的东西 最宝贵 也最持久 杜薇讲 教育及生长 好的教育 不能一味收紧 要懂得放松 让孩子找到 自己适宜的领域 不要设置太多的 条条框框 限制他的发展 让他顺着自己的天性 自由成长 这才是良好的教育 简单生活 保持随和 懂得放手 顺其自然 这样的人 心态平和而安宁 生活简单而美好 本期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